侍查國家檔案局 總統賴清德身邊層層為安 即便是沒有民眾的閱覽區 依舊十多名特勤隨乎 檢定現場 適逢川普遭槍擊 我國總統為安顯然也升級 沒回應為安問題 但檢驗三十七週年 對民主化過程中的轉型正義 賴清德坦言 百感交集 仔細觀看政治檔案 當中兩位台南民主前輩 賴清德很關心 看到禁書之一更是熟悉 這個是禁歌 從戒嚴走上民主社會 賴清德也宣示三大目標 拼政治檔案持續解密 到最後勝利 一定是禁止 服務院持續推動整形正義 還給受害者遲來的公道 參選黃勝旭宣 新北採訪報導